大家午安 全球现场持续带您关心一下很紧张的俄乌情势 乌克兰东部地区炮火连连 当地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跟乌克兰政府军互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而互相开火 乌军是指控亲俄的分离主义分子是使用重型火炮 朝前线30多个村镇来开火 而且有两名的乌克兰军人在一场炮击当中丧生 此外还有四人受伤 另外同时间亲俄分子也对乌军来提出类似的指控 并表示自己必须要反击 所以才导致这样双方有驳火的状况 而乌克兰的内政部长莫纳斯特斯基 19号前往乌东前线视察的时候也遭到破级炮 炮击 莫纳斯特斯基跟随行官员还有媒体人员进击闪躲 所幸没有人伤亡 而他也透露和前线士兵交谈之后 得知前线部队已经做好状况来应对任何的状况 而紧张局势当中 前往慕尼黑参加安全会议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就表示说 他不知道俄罗斯现在心中的想法 所以他自己就提议说 希望可以跟普丁来会面 而现在这场全球年度最重要的安全会议 慕尼黑安全实体会议就在德国进行当中 会议当然就是聚焦现在的恶乌情势 同时间大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他也以视讯的方式出席 他强调大陆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头 各方应该要尽快回到明斯克协议 因为这是透过谈判达成 具约束力的协议 而且也透过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克 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王毅也表示说 根据他了解 俄罗斯跟欧盟都支持明斯克协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同样也表示说支持 他说各国不应该要继续推高紧张情势 甚至说是渲染战争 那么王毅他同时间也痛批说 个别大国重拾冷战思维 制造对立 而且破坏国际的法治 甚至是从上霸权的霸凌 认为这样的状况是不应该再继续的 但说到真的是美国在渲染战争 渲染俄乌危机 现在美国就有前国会议员 跳出来痛批拜登政府 他是前国会议员加巴德 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拜登政府为了私利 巴不得俄国入侵乌克兰 谁能得利呢 他说因为现在拜登政府 其实他们只要做的事情 就是保证北约不会接纳乌克兰加入 就可以阻止 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了 但是拜登政府 现在都还没有明确表态 他们就是很希望说 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 因为会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得利 就是所谓的军工复合体 也就是军火商跟其他的相关产业 因为他们可以接受这一场战争 大发力士 大发战争财 但是加巴德就说了 如果一旦战争爆发的话 受害的人不只是乌克兰 跟俄罗斯人民 美国也同样的会为战争而付出 极大的代价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昨天访问立陶宛 他也提出警告 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边境 已经展开战线 而且就战斗位置 不过美国还是希望 普丁能够选择以外交的途径 来解决当前的危机 奥斯丁访问立陶宛的同时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其实正在亲自的视察 一场大规模的战略核武演习 演习的飞弹种类非常多种 包括了一枚高超音速空射巡弋飞弹 以及一枚高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 而这些飞弹分别可以从地面 海面跟空中来试射大秀肌肉 而奥斯丁他也在记者会上头表示说 俄军现在能够以往能发动攻击的地方 但是各国都不放弃以外交的方式 来化解当前的危机 接着来关心冬奥的焦点 今天是冬奥最后一天了 而大陆的代表队 昨天也夺下了冬奥的第九金 大陆花华组合隋文金跟韩聪 19号以长曲项目当中压轴登场 最后以总分239.88分夺冠 拿下大陆代表队在本届冬奥的第九面金牌 而比赛一结束之后 隋文金就忍不住在他的搭档 韩聪怀中激动落泪 隋文金与韩聪在花华双人决赛上 以短曲排名第一之姿压轴登场 年转突举四周 搭配忧愁和尚的金桥歌词 以优雅且稳念表现 再加上各项高难度动作 大陆组合155.47分的好成绩 加上短曲的84.41分 最终以总分239.88的高分 打破世界纪录 顺利摘下金牌 自由华曲目来自民谣 忧愁和尚的金桥 这是一首主题为朋友之间 相互支持的民谣 比赛结束瞬间 隋文金靠在搭档韩聪怀里激动落泪 因为他们选择的曲目 其实就是两人搭档15年的故事 如同歌词写的 当你曲不为奸我会站在你身边 绰号冲同组合的隋文金和韩聪 一路走来十分不易 从小因为身材矮小不被看好 但他们连续三年 获得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 打破外界对他们成见 但就在两人前途一片光明时 隋文金脚受伤不得不做手术 甚至一度被怀疑无法重返赛场 但韩聪却没有抛下搭档 反而更积极练习 等待隋文金重返冰场 不是说滑冰 就连基本的日常的生活 就完全都是个问题 躺了三个月下了根本都不会走 不管是为了谁 我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站回来 在经历一连串复健级训练之后 两人顺利夺下2017年的市井赛冠军 隋文金更忍着脚痛 在平常冬奥拿下银牌 也让他们下定决心在北京冬奥上 一定要拿下金牌 隋文金和韩聪身为彼此的那座桥梁 对于经历过伤病的两人 他们在北京冬奥上完美演绎这首歌 之后两人也会相互扶持相互鼓励 继续朝下一个里程碑迈进 借廖玩语综合报道 Omicron让亚洲疫情狂烧 尤其香港最近数字都创飙高 而且好像还没到顶点 如今又爆出有尖水的民众确诊 让大家也非常忧心 香港疫情持续扩散 19号新增600063例确诊 在三天内两度突破6000大关 死亡病例则增加了15人 大多未接种疫苗 预估3月底前恐每天新增3万例 官员形容已进入暂时状态 令民众恐慌的是红十字军水中心 接下来一名军水人士确诊 他的血小板和红血虫都已被使用在两名病患身上 虽然目前检测为阴性 但真的没问题吗 欧姆矿也被认为是老人杀手 因为在日本死者大多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 专家解释Omicron虽然不易引发肺炎 但疫苗抗体一旦降低 容易让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体力衰弱 急速重症化 因此第三剂疫苗尤其重要 疫情爆发以来 东京已经累计90万人确诊 但光是2022年就有50万人染疫 等于都集中在近一个半月内出现 Omicron的威力仍不容小觑 记者综合报道 北京冬奥来到了尾声 导演张艺谋说 闭幕式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带你一起来更新 北京冬奥闭幕式将延续开幕式简约风格 在80分钟内展示中国式浪漫及双奥情怀 闭幕式就希望 在以运动员为主体 与开幕式相同 北京冬奥闭幕式强调人民性 不会邀请任何明星和演员 而是由素人完成表演 表演也将透过不同巧思 巧妙融入奥运的仪式 而闭幕式焦点则是连日在比赛中拼搏的运动员 因此入场环节也会有独特设计 开幕式演员也会神秘返场 一起庆祝这场盛事的完美结尾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双奥之城 闭幕式上最大看点就是安排了专门的 艺术设计来呈现双奥精神 不仅如此 总导演张艺谋透露 在圣火熄灭环节上将会带领观众体验 一瞬间的时光倒流 穿越到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 连结两次的奥运情怀 冰天雪地中使用一抹中国红 以大胆配色来呈现中国式浪漫 冰幕式导演也透露 观众席上将会设置将近两万盏灯笼 来做一场互动式演出 红色意象除了直接象征大陆 也是向全世界传递北京冬奥的温暖 北京冬奥闭幕式大陆对起手 网路上早就讨论成一片 一般来说闭幕式起手 会由当届比赛中表现卓越的运动员担任 而现在呼声最高的就是夺金豪手 谷爱林级苏一鸣的组合 闭幕式另外看点 则是即将举办下届冬奥的意大利 交接仪式将会有米兰科提纳八分钟 节目中有任何惊喜彩蛋 也将是关注焦点 综合报道